第三十题关于溶解度的叙述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固体的溶解度都会随水温的升高而增加 大部分的固体都是温度越高溶解度越高 但是也有少数例外 所以并不是都随水温的升高而增加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气体的溶解度会随水温的升高而减少 这个是对的 老师上课讲过固体是温度越高溶的越多 而气体是温度越高溶的越少 选项B是对的 选项C在定温下使用玻璃棒搅拌有助提高溶解度 这个是错的 我们搅拌只会让我们溶的比较快一点 但并不会使我们溶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猪温度只会影响溶质的溶解量 不会影响溶液的溶解度 这当然是错的 前面已经讲过了 一般而言固体是温度越高溶的越多 所以当然表示温度是会影响溶解度的 因此第三次提问我们说 关于溶解度的叙述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气体的溶解度会随水水温升高而减少 啊